二极体的主要功能是作为整流器使用 广泛的应用在电子产品当中 是电子产品不可或缺的基本元件 今天介绍的二极体制造大厂台办 台办产品主要是分离式元件 包括二极体、桥式整流器、Mosfit等等 以及电源IC产品 另外台办有约四成多的营收来自转投资的 条马列印机场顶汉 以分离式元件来说 在产品的应用端涵盖了电源供应器、照明、消费性电子、公控以及车用的产品 台办为了与一般的二极体厂做出区隔 近年致力于发展毛利率比较高的车用以及公控领域 其中在车用领域早在2002年就开始布局 目前包括整流器产品、TVS保护元件都已经取得车规认证 并且切入了多家汽车零组件T1的供应链 从分离式元件相关的营收结构来看 台办的电源供应器约占33% 是营收的组成大中 车用占20% 公控占12% 其他则是照明以及消费性电子 电源供应器的中端应用 主要还是笔电、平板等产品属于市场相对饱和的应用 若再加上消费性电子以及照明 等于超过一半以上的营收 是进入门槛比较低的产品线 不过在车用市场方面 社会近年 汽车因为安全性的考量 朝智能化的发展 搭载电子元件的需求大幅增加 使得汽车搭载ECU 电子控制元件的数量也随之攀升 这也带动车用二极体需求持续的提升 而台办今年在车用的保护元件 桥式整流器等产品 因为交货品质加 获得大厂采用 使得出货量持续的成长 台办也预期车用的营收占比 未来将逐年提升 预估到了2020年 占比要提升至32% 长期而言 要朝向车用以及公控产品营收合计 占比要超过五成的目标迈进 我们先来听听台办 分离式元件相关产品的 各个应用领域的发展蓝图 台办针对于汽车电子市场的 一个布局跟状态的话 这边是我们接下来 几年的一个road map 汽车电子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是一个很隆坦 很稳定的一个business 那门件度一般都会到三到五年 所以我们会被指在 汽车客户的一个input 去做一个三年的projection 简单跟大家看一下 今年预计我们整个的营收会从1710 到1958所估计 那汽车电子的比重 去年差不多是全营收的20% 今年大概预估可以增长到25% 那目标大概到2020年的时候 我们整个汽车的比重还达到30% 就是我们每一年 针对于现在汽车客户的projection 去做的一个对付 那每一年汽车电子的整长活动 一般都会超过2-digit 大概超过10%以下 那针对于这是我们去年的状况 这是我们今年预计可以达成的一个pyshare 正常来讲 因为现在大众化区的竞争非常强烈 所以在consumer 在nipin 在pulse product这种 比较传统制造的设计上面 比较属于这种价格的走向的话 一般来讲都会比较往下掉 但今年的状况比较特殊 你看到 即便我的业绩从174 今年推幅到195 但是我在pulse product market 并没有明显的转大 一样可以维持在33% 代表事实上其他的本质是还在广慢的增长 汽车当然有汽车比重出面的上升 所以在汽车客户上面 其实每一年都有增扎一些新的客户群 HELA 这是4-card IT 去台湾现在的No.1汽车客户 No.2是日本的sumitomo 主要在车身控制上面 No.3 Postop 德国的公司 他主要在做一些ECU 但是他也是第一家 跳进Bostwagen基本当中 去做它所谓的unboard travel 然后它大概就牵涉到 所谓的电动车充电系统 所以它现在大概占全球OBC的供应链 将近30%的比重 所以它在OBC当中 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角色 那当然除了它们之外呢 传统的continental Vistion Vistion 从美国的福特分割出来 所以我们在设定当中 其实布局慢慢会加广 那供应控制的话 我们大概分两类 一类是所谓的自动化 工业是连续的推动题目 所以加上很多所谓的 自动生产 智能工厂 所以我们在所谓的西门子 Denforce Groundforce 会有比较大的注意跟发展 另外一块的话 大概是手工具 所以像比方说像 SBD 他们叫Standling Brandedict 算是美国比较大的 手工具的制造商 大概就是现在开办 新注意进来的一些新的 所谓的品达许的客户区 那Lighting的部分 过去大概都封じ在一些 LED传统的球炮灯 灯管灯条 那这个东西随着 中国的竞争优势越来越明显 全球的受到的挤压比较大 随着Lighting上面 才慢慢的开始挖 所谓的车用电子 跟建筑造明去做发展 也许的数量没有像 唐树梦的Lighting这么大 但它的发展比较好 所以在Lighting这一块的比重 我们可以看到我从16%慢慢成长上来 事实上其实 以它的整个比重的幅度的话 它数字是没有成长的 Lighting在这里 那原因主要在于 我们开始做一些转换 慢慢的Slow Down 所谓的跑出门造明 去提升再牺牲造明 跟建筑造明 Pulse Pride 比重其实今年维持 算是超过我们的预期 那当然我们也在做一些调整 并不是说台湾开始直接放弃Pulse Pride这个市场 而是在做一些不同的应用转进 早期做很多这种 Switch Mode Pulse Pride 这种手机充电器 Notebook的所谓的适配器 大概都属于比较低单价 慢慢的会转向 所谓走向这种车的Power 大型的Power 那它的用量基本上也大 那单价也高 所以对台湾本身的整个 未来的营收跟注意 会比较明显 所以不管是Automotive 不管是你打水 不管是Latin跟Pulse 大概台湾会有不同的策略去应对 有缓慢成长的 也有快速成长 台湾目前在中国天津 宜兰的立喆各有一座四寸厂 因应未来车用 以及公控市场持续扩大 明年立喆厂也将开出六寸的产能 台湾谈到未来产能扩充计划 台湾现在有两座自己本身的景源厂 大概就是三寸跟四寸 最早期的三四寸厂是在天津 一个月差不多在十五万片金片产出 另外一个在台湾的宜兰立喆 那它是现在四寸片厂 所以一个月差不多接近八万片的产出 但是同时间今年我们发行的事例 差不多十亿 那这个是为了扩充本能在立喆厂 会建构一个新的六寸片厂 这六寸片厂会预计在明年的三月底 进到市场 那封装产线最主要的还是在中国 就是我们在山峰的封装工厂 那接下来的很多的所谓的这种capacity的expansion 产能扩充都会集中在这个厂区 那当然我们在台湾伊兰也有自己另外一个封装厂 它主要是focus在一些比较先进的封装 包含给MOSPEC 给IC在使用 因应市场的需要 台湾的工厂 每一季都有所谓的扩充计划 这是我们现在在立喆厂四寸片 本身的扩展计划 现在在Q2比Q3 所以接近八万片 我们到Q4的时候大概都到九万片 到明年底的时候 大概预计会几乎double到一五十四万片一个月 那中间成长最大幅度是什么 蓝色是TBS 就是所谓的保护元件 所以大家要说现在保护元件在市场的需求 变得非常的明显 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些比较detail的一些要求 那当然还有一块比较特别是 超复杂 台湾基本上跟欧系的汽车电子厂商共同开发的 预期在今年八月底正式量产 那这算是一个很适合的敲门砖 现在要敲所谓汽车电子客户的大门的话 要么你就要有很好的服务 要么就要很好的特殊的技术 它才可能去开放另外一个门 去做所谓的工业的事 到明年三月六寸片厂 会进到正式市场 所以从明年开始 我们开始会做市场 到明年的Q4 可以拉到我们满载程度 差不多在两万一千片 所以我们初期产生规划 差不多在两万一千片的六寸片 主要生产是什么? FREB RAWDOWN的大约管在这里 再来就是所谓的TBS管理元件 那两个东西 两个厂是并存的 并不会溜存的厂厂厂厅之后 是水片厂就不见了 基本上它会共同生产 否则的客户经营用在使用 所以它这边是增加出来的新产 工装也是一样 台办在这一波的成长 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新的新的客户的导入 一种是台办透过自动化 提升我本身在工装产能的输出 这个是早期 为什么大家都说工装厂 人力很吃紧 因为用到的人最多 到处都是人 地板基本上看起来 很像家人超厂的那种塑胶地板 那这个是早期的设计 现在因为你硬要走向 所谓的汽车电子 在它的市场 一定改变 客户的要求会不会不一样 你这个东西也许做一些 泡的厂 它可能没有意见 因为他们的厂区也差不多 但是如果今天想要做的是 汽车电子厂 比方说像Bosch 和Limento来制作的时候 这个情况就直接打叉 他们可能进来看到就走了 所以因为一些长期的要求 所以你看到 台办现在的新厂 这是我们去年底派的照片 由这样的厂区 变成这样的权限制动化 从原本满满都是人的 从方向也变成 大概是购物机台自动产生 台办积极布局 毛利率比较好的车用领域 加上有自己的晶圆产能之印 从晶圆到封装一条龙作业 具备成本的优势 带动近年毛利率表现持续走扬 2016年开始 毛利率突破二字头 与台湾的二集体同业相较 像是强貌以及敦南 毛利率相对比较好 台办的产品组合持续优化 去年成立了汽车电子事业部门 要投入更多资源发展车用产品 台办也提到 未来车用市场的趋势 以及机会所在 一般车电子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电子其实很单纯 分割五大类 车身控制 安全系统 影音系统 地板 跟抛烂引擎 大概就是五大类 五大类基本上 有各自不同的细项 跟相关的一些工艺厂商 再配合相关的一些生产制造 这个都是P1 台办的覆盖率 大概就是一些客户为主 那当然基本上 看起来好像logo很多 铁塑料 实际上大概就20个家 互相换来换去 因为它东西先不可能 是三层的总产品 所以刚提到的 我们已经有交易 大概是20家 从这20家去衍生出来 功能增加 代表你ECU的数量都变多 ECU就是电子控制单元 你把想法是小特型车电脑 在控制每个位置 不管是开窗 开门 解锁 然后引起 都是拖引CU ECU的增加 那ADAS也是一样 ECU的增加 大家可能会问 ECU跟ADAS有什么关系 下一页跟大家介绍一下 ECU事实际上 大家平常听到 Level 2、Level 3、Level 4 原因在哪里 就增加了很多新的function进来 光Level 2 它有两个基本必备的function 要去侦测一些 不管是动刹车 还是相关的系统 两个基本的function 就需要两颗最基本的ECU 所以如何 无论如何 它会增加两颗 只是做Level 3 预计在2022年的时候 假设要做到全版 最大会增加10颗 所以很多在设计 EDAS的时候 10颗ECU 加上世界Standard的标配 所以无论如何 EDAS、Level 3以上 就增加10颗ECU 那ECU增加 对台湾有什么好处 ECU打开长这个样子 打绿色的地方 就是台湾配方 台湾产品的地方 六个位置 有四个位置拿来做保护的 两个拿来做电源 整幻的 所以保护元件为什么需求 维持上来 就是因为一CU增加 保护元件更加 另外一块 基本上刚刚要的电动车 电动车有什么特别的 其实讲穿了 油缸搭掉了 没有引擎了 换成什么 电池 换成充电器 换成inverter 换成电轮马达 基本上电动车会有很大的变化 那为什么台湾会以救不到 那你看到 充电桩 充电桩讲白话 不是很像充电器吗 那它就是POWSTRINE 所以台湾本业 比较不得要做POWSTRINE 所以在这一块当中 很多的MARCHO 没有台湾 能成像现有的产品 另外一方面 未来新能源车 如电动车成为趋势 就电源管理来说 电动车所需的电 从充电站进来的时候 是直流电 但到了马达控制端 若是较大的功率输出 必须把直流电 再转换成交流电 这就要透过所谓的inverter 逆变器来进行 而IGBT是属于 逆变器的关键组成 由于技术难度比较高 目前在市场上 只有日本 欧洲少数的厂商 能够提供IGBT 台办也提到 IGBT的市场趋势 以及电力使用效率 比IGBT更优异的 碳化系布局的状况 很多的21T厂 或是一些新兴厂家 事实上如果我讲跨的 汽车电子 它也会提到IGBT的字眼 但是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组合 因为它不是只有机片开发 它也是到封装 跟模组的开发 所以它难度 相对讲是很高的 那为什么大家这么重 在意IGBT也这么在意 它的肩膀上的表现 简单breakdown 因为复合车跟电动车 本身所用到的 power比重的bone cost增加 那增加的bone cost 来源在什么地方 帮大家做拆解 事实上很大的比重 在IGBT上面 尤其是一些高压的产品 这些的价值 都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那谁现在最已救予的 比方说像一些大厂 像EVILLE 它光做特斯拉 一台车给做多少 它光做特斯拉这种像 一台车 它可以做到将近540块美金 光做HPT而已 那为什么要学它赚 因为HPT赚 所以现在这部的想法是什么 效率要好 所以碳化系是它必走的路 所以在OBC上面 现阶段也开始用碳化系了 但是到后面的话 它会把MOS 从19年之后 开始也开始转换成碳化系的MOS 所以碳化系在汽车电子市场上面 其实就会越来越重 那甚至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现在在很所谓的IGBT IGBT事实上在汽车市场 的remot上面 2020年之后 它们所思考的方向不一样 它会觉得直接用碳化系的MOS 取代到它现在在使用系的IGBT 那为什么 这个图可以很简单读解 这是碳化系的MOS 这是IGBT 不是越高越好 基本上这是损耗的整理 损耗的整个比重 它可以用300A的东西 取代它600A的产品 它可以工作在更快的速度上面 让它损耗更小 代表它可以有效的size down 客户的要求 可以使用在高频 高频一上的话 效率会提升 所以它可以得到效率的要求 可以得到体积的要求 所以这是为什么 汽车电池他们在思考 是用新的技术 去转换它 不管是Invert OBC 还是DCBC 那台湾有没有做淡化系 台湾市场 规划淡化系很多年了 那这个东西 只是因为淡化系 要过测归时间更加长 那第一个锁定的市场 台湾锁定的是淡化系 锁定的是这种汽车中间市场 所以它需要长时间去做严证 这是为什么现在能见度很高 台湾近年随着应用面 以及客户的拓展 营收稳健成长 并且因为车用 以及公控产品比重提升 带动毛利率逐年成长 获利表现也是同步向上 台湾未来的产品布局 持续着重高毛利率的车用 以及公控产品 而目前在营收比重大中的 电源供应器方面 过去的应用 多半是单价较低的PC相关产品 目前也逐步转供 单价比较高的伺服器电源 另外在转投资的鼎汉部分 鼎汉先前收购 美国工业条马列印机场 Printronics 双方的合并效益已经逐步显现 与其鼎汉的营运表现 也能够替台半加分 台半后续的表现值得持续关注 给大家看